民安現場警方拉起封鎖線 監視人員在通訊行的櫃檯不停拍照 似乎找到證據 新北市中和金船有人被打死 附近居民都不敢相信 民眾十分訝異說 通訊行大多是年輕人聚集的地方 平時沒有往來 死者是34歲的中性男子 他是現任的老闆 因為傷勢不尋常 醫護人員通報遠景 才發現是凶殺案 發現死者身體有多處的遇傷 那我們就懷疑死因並不單純 在這個14時局 我們將發現人待反駐地了解經過 嫌犯之一就是送被害人到醫院的誠信員工 知道自己逃不了 三個小時內被警方突破新房坦承涉案 原來通訊行最近換人經營 前後任老闆疑似為了錢的事起口角 死者慘遭攻擊 清晨五點多傷勢病嚴重 看守的員工才把人送醫 老闆大概認得怎麼樣 都沒有 就平常打交戶而已啊 就很好啊 人很好的老闆到底說的是前任還是現任 還有兇手沒落網 辦後總有機會先救人 時機錯過 員工和前老闆 這下也成了殺人犯 TV新聞陳盛文 韓上倫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